90后日本小伙局地熊豆出身甲织行业世家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日本从事甲织绞型工作 2019年局地熊豆收到大学同学丁宁宁的邀请 从日本来到中国创业 开启了他新的人生挑战 很多朋友听说 中国有河北石家庄丁宁宁的甲织工作室内看到 局地熊豆正在为残障人士进行检查 据局地熊豆介绍 做甲织首先要用石膏在残障人士残肢的部位取形 用石膏模型制作出透明的实验甲织接受枪 通过残障人士使用实验甲织接受枪 观察它是否有问题 最后再做一个强度大的正式甲织接受枪 基本的に全員形も違ければ麻痺が出るとか不具合が出る部分が違うから 毎回一人一人違ったことを注意しながら形を取らないと 体重をかけたときに痛みだったり 痺れが出たりするので 局地熊豆说 在中国很多残障人士遭遇事故後不敢使用残肢 导致残肢技能退化 为了残障人士积极復健 今年他们自创了健身环復健法 利用游戏与康复治疗相结合 让残障人士迈出新的一步 局地熊豆说 他来中国一年多了 为了和他人进行更好的交流 他每天都会花时间学习汉语 他希望今后在中国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术 服务更多的残障人士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目標としては やっぱり自分の技術をもう少し高め 利用努力して とりあえずうちの来たらいい義足が 避けるいいリハビリを受けられるような環境を まず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希望局地能在施加中 交到更多的日本朋友 有他自己的社交的圈子 也提升他自己的生活质量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